一款新烤箱如何正确的使用 并且可以保持几年之后依旧如今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款薄萃烤箱 今天刚收到 薄萃烤箱可谓是颜值中的实力派 在厨房中担当C位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烤箱还送了烤盘和烤网 使用之前取掉电板撕去胶条 烤箱门上的贴纸上写的是一些注意事项 一定要仔细阅读 后期使用过程中 很多问题的答案都在这里 这款烤箱的烤箱门是双层玻璃 开的时候有三个高度 在通电之前先取掉烤箱上所有的贴纸 以及塑料包装 通电后来看一下内部结构 上下各有四根连在一起的U型发热管 这种设计它烤出来的颜色会均匀很多 右边是热风口 主要使用在烤箱的热风功能上 烤网可以放在里面当架子 也可以放在外面当亮网使用 烤箱自带的烤盘 我通常用来烤面包 饼干之类的甜品 但是不会用它来烤蛋糕 烤蛋糕需要用蛋糕专用烤盘 这样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新烤箱在使用之前 先用拧干水的湿布 把内部擦一遍 擦干之后打开门通缝20分钟左右 在上下火调至200度 烘烤10分钟 烘烤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内部有薄薄的烟雾 并且可以闻到微微的烧焦味 用新烤箱在出厂前 它会给发热管上涂一层防锈的物质 这也是使用之前 为什么要擦一遍在空烤的原因 对于长期不用的烤箱 建议每个月空烤一次 避免内部领电受炒而生锈 如果想让烤箱长期如新 每次烤完后 待烤箱温热的时候 用湿毛巾把内部擦一遍 每隔一段时间 用小苏打白醋和洗洁精的混合物 再擦一遍 一般的污渍是很容易擦掉的 万事万物皆有灵性 总之你用心呵护它 它会竭力地配合 使你做出各种美味的成品 我是小敏 这是我自己使用烤箱的一些心得 对于烤箱的养护 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